未毁婚约 我盯上了驸马府的马夫 沉默冷脸的男人 穿着最朴素的轻衣 肤色微深 两眼如狼 胸前骨囊囊 腰却十分窄 硕大的手掌能握紧缰绳 驯服府内最烈的马 起初 他疏远我 后来 我感化他 再然后 马夫动容 你就对我如此喜欢的锦 我笑呵呵 别怕 只要你从了本公主 恶心死那个讨厌的驸马爷 绿了他 本公主保你以后荣华富贵 但次日 远在边疆的驸马宣布回府 我不情愿地抬头 竟是脸色驱黑的马夫 姻娘劝了我三次 我还在醉花楼吃酒 花魁搂着我 旁边的清秀琴师舍不得我 正轻轻啜气 公主 该回去了 您如今已经成亲 夜不归宿 日日生歌 成何体统 姻娘说 我叼着花魁发际的珠花 不耐烦地说 驸马爷不也是成亲当日 还没拜堂 就跑边关去了吗 姻娘还要说话 却被我打断 行了 行了 我让你去探父皇口风 如何了 姻娘苦笑 陛下这次恐怕不会通融了 魏小将军勇猛善战 功高 盖主 与皇家联姻 哪有说退就退的 除非 魏小将军那边也请退婚 或许能行得通 只不过 他不敢说的话 我却明白 魏三郎 面冷 四言罗 是杀是血 没人敢惹 但 未必不行 我面上不露 笑嘻嘻冲姻娘说 知道了 打刀回府吧 驸马府空计 只有两三个哑巴婆子 还有一个男人 驸马府的马夫 阿爷 我决定和他商量商量 能不能一起绿了魏三郎 让他退婚 阿爷不多言 甚至不怎么看人 他住在马厩旁的柴房里 我推开门 一逗灯火倾泻而出 阿爷正在用湿布擦身 他听见声音 皱眉回头 他眉毛浓黑 头发又粗又硬 沾着水汽 全翘了起来 一根粗布发带 只能勉强绑住不驯服的头发 他似乎也没有耐心打理 随便把发带绑在了右手臂 我与他接触过几次 他模样虽好 但说话总爱一个字 一个字往外蹦 男红得很 合适 阿爷 本宫来看看你 我笑嘻嘻 随手解了袍子 扔到他身上 顺水推周般坐在他床上 这马夫出手极快地捏住我的腰 把我端到了椅子上 他耳朵有点红 低着头 到底合适 我挠到头 那个 本宫这几日连发噩梦 日日难以安眠 在醉花楼喝酒的酒气 洗上我的脸 我小心翼翼捏住他的手 摇了摇 你这马夫体热阳刚 不如陪陪我 驱邪碎 话说到这份上 是男人也该明白了 可这马夫却抽出手 捏成拳 缓缓放在自己膝头 你发现了 他色声说 发现什么 我只听出他声音中的动摇 便连忙点头 是 本宫觉得你很好 你可愿意 阿爷身上的袍子 被谁打湿 鼓鼓囊囊的前胸 细窄的腰 宽阔的肩膀 以及手背上的青筋 处处显示 都是个不错的情夫对象 可他却不说话 我小心摸摸他的脸 他不躲 但也不抬头 我有些无措且牙疼 总不能霸王硬上弓 我善笑 好吧 你若不愿 我就去醉花楼找琴师好了 那男孩模样也清秀 就是胆子有点小 爱哭 实在没办法 我才会选他 因为我怕魏三郎真发怒 能把他撕着吃了 马夫就不错 身材壮实 看着不出魏三郎 我刚要起身 忽然袖子被人拉住 不可 他声音微冷 顿了顿 说道 罢了 我陪你 一斗灯火熄灭 另一束火却悄悄点起 灯油燃尽 我疲惫睡去 朦胧中 我隐约感到 热水温柔地擦拭过我的身体 马夫轻声说 晚安 我的公主殿下 我哼了一声 想反驳我可不是他的 但是他见赏地过了头 让我没了力气 我彻底睡了过去 最难的步骤既已达成 余下的 便简单多了 我早早醒来 老记住 昨晚在悠悠灯火下看到的 马夫轻小夫下的红质 又趁着他不注意 随手捡走了他 搁在床边的腰带 如此 绿了我那位 未曾浓面夫君的计划 变成了 我只带把腰带 搁在枕头底下 做几日的戏 演出一番相似到 辗转反侧的模样就行了 一切处理妥当 我只觉得通体清爽 立刻让姻娘 替我定了醉花楼的位子 解决了一桩难事 我兴致薄薄 描了红装 穿了盛装 要多名艳 有多名艳 决定去醉花楼潇洒一把 只不过刚出房门 却看到阿野 他也在廊墙上 面露犹豫 看到我 所有纠结和思虑全部停住 他愣了一秒 盯着我明媚如昏袍的衣裙 无意识地露出笑意 公主 我正想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我要出去一趟 我冲他回了个笑 摆摆手 变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等 虽说他是个马夫 但也算是 被我无意拉入局中的人 我好脾气地停下脚步 转过身子 有点焦急 却晚了 白风和凌晨二位小郎君 可要哭鼻子了 可阿野却诧异到震惊 甚至诡异地带着几分怨怒 他盯着我 沉默了一会 从牙缝中挤出 你如此打扮 原来是要出去应约 不是为了见我 我笑了笑 摸了摸他的脸 心甘 我向来坦荡 从不骗人 本宫贵为公主 心当然要分成一片片 这片给东街的春琴 那片给醉花楼的白风 再有一片分给你这个脾性野蛮的马夫 我大方帝说 今日我心情好 你若实在尝我缠得紧 等我回来后 好好陪你一会 但不知为何 马夫的神情并没有一丝一好好转 他反而气笑了 那双幽深的眼睛看向我 别有深意 眼神热热到猖狂 原来如此 你还不识我 我怎么不识他了 昨晚我非常识货 甚至亲自把他的货品溅了一番 我敷衍地拍拍他的脸 转身就走 当时我没有想到 我是在做了大死 醉花楼 白风和凌晨两位郎君 向来嘴甜身断乱 是在蜜罐里抛出来的人惊 也不知和谁打听到 我解决了一桩心事 此刻正忙着 给我摆清宫酒 我摊在椅子上 借着白风的手 饮了斩酒 又倚着凌晨 让他给我喂葡萄 婴娘在旁抱臂种梅 羞得满脸通红 借过溜出去 不到半上 却又低着头钻了回来 只不过 这次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 我吃酒吃得有些发醉 双眼犯困 看不清那人的长相 误以为是婴娘难得开窍 叫个我之前的就像好过来 便笑着冲他白白手 甜言蜜语 丝滑无比地从舌头肩往外冒 正怕你来呢 你不来 虽有白风和凌晨陪我 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挨着他的肩头 贴着他的耳阔 小声说 你放心 本宫对旁人都是逢场作戏 皆是过客 唯有对你是真心的 多年后 当我再次听某人就是重提时 确实觉得那碗酒喝上了头 行为着实有些畜生 但当时 我只觉得一股子演戏的欲望 从我腹部燃到我的心口 又觉得这男人分外可亲 肩膀结实 肩胛骨也不个人 身上的味道也着实好闻 还有些熟悉 最大的优点是话少 不吵人 我最眼轻松地 撇了眼白风和凌晨 平日里叽叽喳喳惯了的小郎君 一个个眼睛发绿地 死盯着我搂着的男子 如此可见 他的容貌气质着实不俗 可醉花楼河时有了这等出色的人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摇摇头 凑近看去 看得我瞬间清醒 这男人 竟是魏佳的马夫 阿爷 我的手下得弹开 又掩饰斑 顺势拿了杯酒递过去 喝点 你的唇都干了 阿爷乖乖拿起酒杯 一眼而尽 面冷 但耳根赤红 一直走神 喝得差点枪住 我下意识嘴欠 补了剧 瞧你 昨晚累到了 阿爷捏紧手指 瞪着酒杯 像是那杯壁上的花纹 伴上他才说话 所以你知道我要来 你还盼着我来 如今话赶话说到这份上 也不方便解释 我只好含糊应下 事后想来 此行为着实更为畜生 但当时 阿爷低着头 抿嘴 很轻很轻地笑了 他缓缓抬头 深黑的眼睛看着我 表情依旧是那副寡淡生冷的模样 只是平添了些紧张和窘迫 他不像白风和凌晨 嘴巴像生花了似的能说会道 阿爷干巴巴几句话 直白 干脆 丝毫没有任何脚事 着实顽劣 但何必费事设这场局 我会吃醋 我会在乎 我会嫉妒 这些事 我不瞒你 我缓缓收回搂他的手 这时候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完了 全完了 我和花楼的郎君们 逢场做习惯了 说情话如同喝水 谁都不当真 只当做酒席间逃过去 纵使那晚同床共枕 也不过是我与他的露水情缘 却没想到 阿爷纯得很 他竟全当真了 回府时 阿爷要给我们赶车 鹰娘和我静默地待坐在马车内 鹰娘说 公主 你可不能 我知道 我不能伤了他的心 我打断 我们又沉默 鹰娘忽然扑斥一笑 笑得格外欠奏 奴婢总觉得 你要栽在这人身上了 我苦笑 那可不成 就算我也心悦他 可等魏小将军和我退完婚 我总是要把他护送到别处好好安置的 总不能让他留在我身边 等哪天魏小将军那杀神医刀切瓜 把他砍个七零八岁吧 鹰娘叹气 何必呢 他这一问其实意味深长 问我何必胆战心惊 连要爱谁 不要爱谁 都得放在乘上好好掂量 也是问我 这么多年精心谋划 百般涉局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些问题 我都回答不了 我是汤朝的长公主 我的祖母是篡位谋权的女皇 国师在我出生那年 说天有一项 威胁地心 我的父皇以前怕他已经死去的母亲 如今这种恐惧又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并非荒淫无度 但我只能荒淫无度 为三郎和我成婚 对于父皇而言 既是是好 也是绸缪 谋划某天能一剑双雕 将魏家和我一举除掉 魏家不敢退婚 所以想退婚 只能是因为我 马车忽然停了 有男人低沉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爆 可汗莫绰投降归顺我朝 漠北的魏家军不日即返 魏家军 魏三郎要回来了 阿爷打断 公主刚吃了酒 等他回去更衣后 你再详细给他说 此地不宜戏谈 我听到他的口吻 有点微微哑然 没想到 看着呆头呆脑的阿爷 没想到打起官枪来 还真有几分架子 不过我倒也没什么想细聊的 便直接掀了帘子 望向那位中狼将 虽有些奇怪 为何先来禀报给我 但细思起来 我确实已经算是魏三郎的家眷 魏小将军何日归来 那中狼将莫名看了眼阿爷 这才拱手说 将军随大军一起归来 约莫还有半个月才能回来 我呕了一声 阿爷抬头 不问了 他这马夫当的 比我这公主还要气派 我说 不问了 问多了 怕你又吃醋 醋吃多了 本宫也心疼你 阿爷抿嘴冷脸 继续赶车 脸红如雾 姨娘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若我不是真心 就不该招惹真心的人 但我就是控制不住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阿爷这张脸 就忍不住想逗逗她 逗得她面红耳赤 就觉得开怀畅快 我想 我的确如她所说 是个恶劣的公主 类是我光顾着看阿爷的神色 没注意马车旁的中狼将 当她听到我说的那句话时 她神情崩塌 眼神涣散 疑惑 惶恐 震惊 最后瞪着阿爷耳朵间的红 像是亲眼看到 汤朝的皇帝 长驱直入 一路攻占 把汤朝的旗帜插在了 尼婆罗最高的雪山上 既然魏三郎 还有半月就回京了 如今我还真不能再出去 招惹别的桃花 这出戏要想做足演购 就得表现出 我对这马夫的痴心一片 我便一改从前 乖乖留在了府内 做起了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闷葫芦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缘由 我想着如今多陪陪阿爷 等她知道真相后 也能恨我恨少些 甚至没准 这些日子朝夕相处 她就很快觉得腻了 自然对我的感情 也冷却了下来 事情正如我所料 起初 阿爷还老老实实 任由我缠着她 把完她的头发 后来 见我们朝夕相处 日日夜夜 片刻都不分离 她却开始有些焦躁 她时常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然后宁眉转开头 显得分外艰难 我心中一笑 果然如此 但不知为何 心间某块不大的地方 还是有些隐隐作痛 终于有一日 阿爷看着枕在她臂弯的我 轻声问 公主 你为何没有公主府 我闭着眼 随口答道 原是该有的 只不过 因为我年少时 秉性粗蛮顽劣 惹得父皇不快 所以他迟迟不愿 给我建造府邸 所幸如今 有了这门亲事 我才能从宫中搬出来 胡伦住在 魏小将军的府邸内 我说的话 半真半假 父皇不为我立府 估计更多是生怕我方便 与外臣沟通 阿爷犹疑 当初 朝堂上的人说 是陛下溺爱公主 不肯让你搬出宫去 我睁开眼 仰头看到她微醋的眉头 不由失笑 一个马夫 不被主子重视的马夫 竟然还会怜悯我这个公主 我拍了拍她的脸 世上的是 真真假假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辞 假之蜜糖 以致披霜 你姐挑着你喜欢听到话 去相信就行了 睡吧 阿爷片刻没有说话 却抱紧了我 他吻着我的鬓发 小声说 我姓公主 我的心脏跳动加快 感觉有股暖流 从胸腔里泛上来 我暗自斥责自己 平日里见识过那么多甜言蜜语 难不成功力还没有修炼到家 竟然会被这人哄住 阿爷又犹豫地问 公主 你对魏三郎怎么看 怎么看 不想看 但也许是 这夜色太朦胧 让我有种即便说些真话 也无伤大雅的感觉 我轻笑 心比天高 不知年少有为 功高盖主 便会过刚一蛇 连累全家 这被主子抛在驸马府里 一个人狗活的马夫听了这话 竟然颤抖了 他呼吸急促 好半天才一直住 哦 这不由让我生疑 我笑嘻嘻地妈撒他的后颈 问道 怎么 担心你家魏三郎 阿爷摇头 我试探道 你是何时进府的 看你约莫和魏小将军差不多大 许是他从小的玩伴 阿爷又摇头 我直直看着他 手指在他锁骨上描画 他才意识到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 他别开脸 色声说 喂 小将军出征前 因着前任马夫重病 临时招我进来 替他看管马匹的 我甚至不大见过他 我低下头 发现他身上有了些 不同寻常的变化 我笑了笑 如今还早 这夜才刚刚开始 约莫过了几日 马夫终于忍不住 他艰难地开口 冲我说 公主 我有点事情 需要出府处理 我陪你 私事 不太方便 他硬邦邦地拒绝 连找个理由都艰难 我笑了笑 去吧 阿爷刚出门 我就派人跟着他 自那晚试探后 我一直没有 对他放松警惕 我总觉得 他的言行举止 有些奇怪 不像是马夫 倒像是参国军的人 若他是为小将军 安插进卫府 监视我的眼线 倒也无所谓 如今该做的都做了 他难道还能抵赖不成 回来的探子告诉我 那马夫果然有问题 他脚速极快 几下就把探子甩丢了 许是与人密会 我摆手 没关系 没关系 大不了撕开脸 让我看看 他到底是要从了救主子 还是要跟我这个新主子 我当日大摆宴席 等阿爷回来后 盛装打扮的 我拉着他坐下 红灵绸布挂满水泻 锦绣朱翠披满我身 他看得一不开眼 我望着阿爷这副神情 忽然间满腔的心思 满腹的草稿都说不出来 阴阳咳了一声 我才回过神 把端了许久的酒杯 递到他嘴边 轻笑道 喝下这杯喝紧酒 阿爷愣住 什么 我冲他眨眼 本宫觉得阿爷甚好 想给你的名分 难道你不愿意 戏演到这个地步 其实连我都不知道 诸多安排 到底是为了 稳住阿爷这枚棋子 还是为了安抚我的良心 一火 二者都不是 只是我那连自己 都搞不清的私欲 在蠢蠢欲动 我为何要选他 明明知道 驸马府内部的人 更为敏感 为何还要选他 我为何要愧疚 朝堂上一场 小小的党争 都会不知道死多少个关 我为何犹豫不决 我不敢想 我只静静看着阿爷 他的表情动容 半是喜悦 半是凄楚 他低头饮了那杯酒 这酒似乎极烈 让他请客就红了眼 阿爷表情复杂地看着我 你就对我如此喜欢得紧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 阿爷苦笑 他的语气极为复杂 若我骗你 你可还会喜欢我 戏的气氛烘托到这 便该亮底牌了 我摇摇头 阿爷色索了一下 我搂住他 阿爷 我对你向来坦荡 你骗我 我自然不会高兴 但若你坦诚告诉我真相 我自然会原谅你 阿爷犹疑 我便低声道 你是为三郎的人 对吗 他抬眼 充满亚然 但不知为何 还有些许期待 他说 算是 然后那只温暖的手 包裹住我的手背 他轻轻开口 若你知道了 你又会如何对我 我懂他在暗示什么 无非是令头新主后 有什么待遇 没想到 这阿爷看着单纯 实际上也有 凡夫俗子的考量 既谈到公事 那就得直白些 把我想让他做的事 把我能为他做的事 都说清楚 而且 既然他这么快 就来暗示我 想必虽然在为三郎麾下 但对他早有一心 我笑着说 自然是好好护着你 我低声说 别怕 只要你跟了我 本公主保你日后荣华富贵 吃香喝辣 但你得和我保证 得先帮我把为三郎绿了 让这婚约作废 那一瞬间 阿爷的喜色自住了 我迷茫的正主 仿佛周遭的月声凝色 天骤然黑了似的 他恍惚地看着我 神情空白 推开我的手 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我疑惑地盯着他 怎么了 我笑了笑 欲拉他的手 他却骤然挥开我的手 连连往后退 慌乱中 被小姐绊倒 摔在地上 酒叶倾洒了一地 我绞尽脑汁 思索我刚才说了什么错话 企图解释道 阿爷 你难道不信我能给你荣华富贵 我靠近他 语速飞快 我虽然失事 但好歹是个长公主 只不过如今 我与魏三郎成亲 本就是朝堂的眼中钉 出不得半点差错 你先帮我毁了这门亲事 等风头过去 我替你谋话也不迟 阿爷猛地抬头 我瞬间失了声 因为 他眼睛红得很 像是有一场风雨 刮过他的骨头 把他脚弄到痛不欲生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 又不知为何 心急地乱跳 我蹲下身 口不择言 你何必如此 若你真对我负了多少真情 又怎会瞒着我 定期密会魏三郎的人 你只是怕得罪远主 又想在我这里 分一杯羹罢了 阿爷 墙头草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你要么选他 要么选我 但本宫警告你 在你与我同床共枕那晚后 你就没得选了 你难道真以为 魏三郎是好相遇的 能容忍一个绿他的部下 继续在他麾下做事 他咬紧牙关 颤抖地说 我以为 我当时以为 你是真喜欢我 原来你只是利用我 侮辱魏顾影 一滴泪随着他颤抖的声音 滑落 他紧紧闭住眼 满脸的耻辱 像是做了场荒唐的梦 我所有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阿爷央求般地看着我 似乎想让我反驳他 你 你没什么要说的了吗 我能说什么 我向来坦荡 他猜的都对 我怎能反驳 我张了张嘴 语言很是苍白 原来他叫魏顾影 我都忘了 阿爷倾笑 接而笑出声 他摇摇头 站了起来 一言不发地走了 阴阳担忧地靠近我 公主 魏三郎明日回京 我疲惫地遮住脸 先依照计划形式吧 我在原处站了站 又忘了忘这狼眼上的红筹 总觉得 今晚的一切 也像是场属于我的荒唐大梦 我第一次遇到 我把控不住的事情 我预料不到的人 阿爷这人 似乎他让我入梦 我便只能入梦 他要我醒 我就只能醒来 魏家军班师回朝 举称迎接 我自然自称生病 留在府中休养 我在床榻上 一边盘算着 那接风洗尘的宴席 进行到哪一步了 魏顾颖有没有听到 关于我的风言风语 一边心不在焉地 拨弄着顺来的那根腰带 阿爷彻夜未归府 想来 是我那日的谈话 力谈得太多 情谈得太少 太过着急 想要他给我一个答复了 不像个情人 更像个政客 让他觉得我志向难看 惹人生厌 我沉沉叹了口气 见魏顾颖迟迟不来 索性把那根腰带 往枕头下一塞 小气了过去 天色黑沉 我被门飞打开的声音惊醒 一只手猛然盖住我的眼睛 我下意识患 阿爷 但骤然清醒 来人尚且穿着官服 护具铠甲 腰间配还 哪里都不像是阿爷 除了脸身上冷冷的气息 恍然间确实像几分故人 我闻到了酒气 更加笃定 这就是刚参加完宴席的魏顾颖 我的夫君 那个传闻中 杀人不眨眼的修罗 冷汗隐隐从我的后背生出 我慢慢摸向他的手背 他却纹丝不动 没有让我睁眼的意思 阿爷是谁 这声音过于低沉 我咽了下口水 你府中的人 你不清楚 清楚 我是问 他是你的什么人 我的情人 魏顾颖竟然笑了 我瞬间呆住 什么情况 普天之下 竟然有人如此欣然接受 自己卑律的真相 莫非 他有什么诡异的癖好 想到此 我对这位未曾蒙面的驸马 越发反感起来 我扭动身子 企图挣扎 魏顾颖的力气大得很 甚至丝毫没有动弹 我只得不小心碰到枕头 露出下面藏着的腰带 我假装操簧的捂住 什么东西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魏顾颖的语气 像是在看戏 带了点冷冷的细血 但我顾个的他想 深情地说 这是阿爷的腰带 我想他时 就会抱着他的贴身音物 才能入睡 魏顾颖又一吃笑 我满脸的深情差点崩裂 硬着头皮 准备给他下一剂猛药 魏小将军 是我有愧于你 你明白的 痴情男女一旦相爱 便干柴烈火 一发不可收拾 我不知你是否见过阿爷 我们如今吵了嘴 他不理我 但我知道他左小腹下有没红痴 如此私密之事 做不得假 你瞧得倒是仔细 原来丹柴烈火之时 也有功夫借着那点烛火 去找别人身上的小痴 魏顾颖良良讽刺 我沉默了 他什么意思 他是脑子有什么毛病不成 一句话 你合不合离 我冷淡到 魏顾颖手掌顾紧我的肩膀 等合离后 我还要去找我的阿爷 我喜欢他喜欢的锦 我添油加醋 没成想 这句话竟然惹怒了魏顾颖 他突然按住我 冷笑 喜欢 如今还说是喜欢 公主 你的喜欢好生廉价 不知我这个心比天高的狂徒 能不能有幸得到你的一分喜欢 他这话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被他如此缠着 我一时半会也不能细想 我挣扎着扭身欲逃 魏顾颖单手抢过阿爷的腰带 记在我的眼睛上 他双手握住我的手 贴着我的耳朵 声音隐忍着怒气 变得无比危险 你知道我今日在宴席上 都听到了些什么吗 公主 你的喜欢 就像是雪花 一片片的让众人分 众人娶 都快要落遍全京城了 我也怒了 那你就退婚啊 我都说了 恶名和丑事我来背 只需要你们魏家 也写一封和离书来 断了干净 魏顾颖说 想都别想 不可能 你与我成婚 一辈子都是我的妻 你想让我放手 死了这条心 他果然是个 说不得道理的疯子 我焦急的思索着 还在说些什么 没想到 魏顾颖猝不及防 冷笑着和我说 你还不知道吗 阿爷死了 那一瞬间 我的脑子空白了 你说什么 他死了 有些人 时候到了 就该死了 阿爷 死了 我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眼泪却不受控制的 流了下来 因失了腰带 我拼命的在心里 自我安慰 这不能怪我 我那晚已经将厉害 告诉了他 是他非要走的 可是 如果那晚 我能再耐心些 再说些假话哄好他 即使把他藏起来 一切是不是都不一样了 我感觉浑身的劲 都被人抽走了 眼泪一直往外流 魏顾影要吻我时 我别开了脸 他的唇吻到了我的泪珠 他忽然顿住 劲儿 用手指擦干我的脸颊 我用力蹬他 让他离我远一点 他的皮肉硬得像是钢铁 我咬紧牙 滚 滚啊 魏顾影却不由分说 用袖口帮我湿泪 你为何要哭 他的语气有些复杂 他死了 你竟然也会难过 我这种人 平日里虚情假意的话 怎么都容易说 可真到了真情毕露时 便无比难堪 羞于告诉别人 我抽叶一下 随口道 腰带布料粗糙 磨得我眼皮痛 魏顾影轻轻叹了一口气 是我忘了 你是金枝玉叶的公主 你手也太糙 磨得我脸痛 我变本加厉 魏顾影却没有生气 或者说 被蒙着眼的 我压根不知道他有没有生气 我只知道 他低声笑了一下 等擦干了我的眼泪 就松开了桎骨 无声离去 我无言地躺在床上 单手抽开腰带 一团乱麻的大脑 我发现不对劲 这不对劲 魏小将军又立心功 如今能给他封的封号 已经封尽了 普通臣子能给的赏赐 也都给尽了 如今 他又与皇室联姻 成了驸马 魏家的气势如烈火烹油 花团锦簇 每日拜访的人 络绎不绝 魏顾影忙得几日 没回驸马府 而我知道 势头最猛的时候 也该开刀了 一封迟来的密信 从边疆传到京城 指控魏顾影 在边疆污军饷 夸大战况 故意迟迟不回京 魏顾影还没过几天好日子 便被落了大牢 只不过 之后的事情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压根没去边疆 魏顾影刚出京几日 便高烧不退 怕扰乱军心 也怕拖延战情 这才派了副将带自己出征 仗打了三个月 他三个月都高烧 这狗贼 哄谁呢 但原本投降的克汗 听到魏顾影被抓的消息 立刻反水 举了大旗要做天克汗 魏顾影这边 都像快死了 但就是死不了 我听了这些消息 心情很是复杂 庆幸的是 一招梁将 幸好没因此死于帝王的怀疑之下 仇的是 那魏顾影看来 多少长了些心眼 恐怕放出来后更难对付 扎心的是 他到底是杀我的阿爷 我的敌人在大牢里 咋了一肚子的气 恐怕我俩的就恨 我父皇给他的薪酬 都要算到我头上了 魏顾影被放出来那日 我苦着脸 作为心腹 好歹要给他接接风 他一个年轻体壮的将军 竟然还要坐马车 悠悠前来 先连而下 长腿轻点 逃脚摆动 我缓慢抬头 顺着那无比熟悉的细腰 看到那无比熟悉的宽间 在网上 是一张昨日刚入了我梦的脸 那一瞬间 时间仿佛被拉得几场 我仔仔细细看着来人 感觉心脏都被吓到漏跳了几拍 很久很久后 妈的 我呆呆地说 声音清脆 忘了掩饰 又响又亮 回荡在众人之间 随行的奴仆越发低下头 估计一段驸马和公主不合的秘心 又要从他们嘴中传出去 啊也 或者说魏顾影盯着我 缓慢地 露出一个笑 他表情如此和煦 甚至堪称明媚 可我却总觉得 像是看到了恶鬼转世 下一秒 这次就要把我拆吃入腹 我失了分寸 没了礼节 提起裙脚 毫不犹豫地往后逃 魏顾影竟然两步就追上了我 单手将我轻松扛起 我吓得连忙冲鹰娘伸手 鹰娘却正盯着魏顾影那张脸 也呆住了 鹰娘 叫人来 救救我 我恨铁不成钢地低吼 魏顾影轻笑 她拍了拍我的背 正如往日 我轻飘地拍拍她的脸 她转过头 眼神带笑 实则凶煞腾腾 我与公主是夫妻 我们夫妻的事 怎容你一个外人掺和 鹰娘被这丝闫罗般的眼神吓到 往后缩了缩 魏顾影扛着我 踹开厢房的门 把我扔到床上 我立声 逆沉 放肆 她挑眉 随意到欠揍般补了一句 公主请上她 我往后躲 魏顾影捏住我的下巴 逼我看她这张脸 这张曾日夜共睹 倒进甜言蜜语的脸 她说 公主请更衣 我颤抖了 声音越来越小 发出一点污液 魏顾影不知从哪里藏块红布 劈在我的头上 蒙住了我的眼 她这才慢条思理地说 公主 请与我这狂途入洞房 魏顾影受惠一事 洗脱了罪名 但谢侄一事 铁板钉钉 她被急去将军的称号 罚了几年俸禄 闭门思过 原先门庭若氏的魏家 如今门可罗雀 她整日在家 处处折磨我 第一日 逼我说完喜欢过的男子 第二日 让我被全京城的郎君排个名 我好不容易按照姓氏 一一回忆 记录在策后 她冷笑连连 撕了我的心血 阴阳怪气 你倒是记得清楚 第三日 她又让我给全京城的豪门贵州的公子哥们排个序 说说我最想让谁做驸马 我毫不犹豫地老实交代 自然是全京城最知蓝玉树的谢怀安 那晚 我被她辗转反侧 不得安眠 第四日 我受不了了 我问阴阳 她到底何时能消气 阴阳无嘴轻笑 公主 你果真在她手上了吧 我笑了笑 又笑了笑 然后毫不犹豫地撸起袖子 往后墙上爬 心机也没了 算计也没了 在绝对的武力压制下 我如同秀才遇上兵 只能走为上策 魏顾影是在最花楼抓到了我 她出门在外 对我的态度恭敬又谦卑 但等她彬彬有礼 把我请上车后 一切就都又变了 她吻着我 逼问到底是白风好看 还是她好看 我说 是你 你好看 她生气 说我撒谎 我从善如流 说白风好看 她却更生气 我简直摸不着头脑 最终破罐子破摔 摆烂倒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原谅我 魏顾影不语 许久之后 她说 一辈子 一辈子都不原谅 所以你得和我耗一辈子 差一天 差一个时辰都不行 我叹气 好 魏顾影愣了 你说什么 我抱住她的脸 亲了亲她 我说 好 咱们不合理了 大不了 大不了 我撑着这背后的风雨 再拼一把 看看是向上高悬的刀块 还是我藏了多年 准备摄向帝王宝座的箭矢更快 魏顾影沉默地摸着我的脸 似乎在微弱的光线下 不敢确定我的神情 当她意识到我是认真的时候 她的手指一颤 我下意识又想逗她 怎么 被我的神情追求感动了 才不是 我知道错了 魏顾影 我是真喜欢你 我叹了口气 没事 你如今不愿再信我 也情有可原 我们的日子还长 以后的事 以后慢慢琢磨 你愿我情意多 那我就一片片地 仔仔细细地拾回来 再一片片地还给你 等哪天 你觉得还够了 再来爱我 也不迟 她低着头 很久很久之后 慢慢地 别别扭扭地点了一下头 我握着她的手 掀起车帘 看向马车外繁华的京城夜景 这座乘波鬼云爵 变幻莫测 今晚看过去 却总觉得多了几分和蔼可亲 想来 紧随人变 未来的日子还长 总有一天 我会在皇城的最高点 俯瞰只属于我的天下 晚